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剛才講完英超 場內場外的 花邊的你們都很開心 說說西甲 西甲很難難不開 要談巴賽 尤其是要談到沙維 西亞代言人 沙維怎麼看 現在大師兄 那些少林足球 大師兄又說回來 二師兄 二師弟又說回來 現在很厲害 38歲 小白都說一句無條件回來 真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可能回來做助教 或者幫忙 好像應該是最好選擇 對巴賽來說 這一年 朗洛高文 朗洛高文 然後朗洛高文 整個半季 法羅蘇多 集中去教球 最終就炒了 看來沙維做好選擇 第一就是他家裡 我們經常說 一個球員屬於家裡 巴賽 很多球迷都很支持 他 當然會有傳 沙維支持不回來 因為有美斯在鬥 可能大家都不想這麼尷尬 可能有些決定 美斯不喜歡 現在美斯走了 好像最好的時間 我覺得 不可以就是憑沙維 在卡塔爾的成績 做一個 怎麼說 說就是一定得到 因為歐洲的足球 亞洲的足球是另一回事 但是肯定一件事就是 他的理念 跟巴賽一定是 一戰的 起碼你看到巴賽會是 有些東西給我們看看 即是以前的足球 你贏不贏到長長球 就不夠膽說 因為最後你都想看 你的人腳有什麼球員 要有些時間 要有些時間 這樣一定有 即是今年他贏不到 他都會有時間給他執行 納波特一定會很相信他 還有會有錢給他 我想對巴賽應該來說是正面 還有我有少少墮入 當然他們的很高級數 好像沙維去到巴賽 他們是好分的 他們是加塔龍人 他一回來 看回片 看回名單 不是啊 這幾個看巴賽論話 對於他來說 是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他可能覺得 找我回來 我就是這些 一定要的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另外再找個 或者那些舊時回來 即是他會有幾大條道理 老闆又拜的情況 因為沙維 沙維說我回來 我的巴賽不是這樣的 就是要打回以前的巴賽 這是沙維回來 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的處境 我覺得 感覺上現在巴賽的組軍 因為成員平坦 真的有些散修修 這些球員 究竟風格上配合到 也是一個問題 有一班球員可能是 某加球的人 有些還是巴賽清分 就是傳統的巴賽足球 如何整合這件事 可能就是沙維第一項要做的事情 也可能因為這樣 才能解釋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說 這些 踢過巴賽 或者跟巴賽的關係 想回來 或者想找他們回來 至少他們知道 那一套是怎樣 你找到 因為有一件事 就是 你看卡塔爾去教那隊 我不要評價他們的水準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你說有些 對 遲些先 遲些 因為最近很忙 有一個卡塔爾 現在新的運動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每個人都投入那個運動 OK 說不到速球 每個米路都打 不知道叫什麼網球 一個小的場 現在很流行打 總之 還沒問到 但你肯定 你看到沙維那隊球 那些一兩腳球呢 那些一兩腳球呢 是很多的 那你起碼有這些東西 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以前巴賽 可以不可以 贏不贏到 這個另外一回事 那那個清酒呢 就 現在都收到有少許風 但我們都要再看下去 例如好像朗克迪 這樣的中風 巴賽就沒有位給你 巴賽就沒有位給你 巴賽不會踢這些加球的 對不對 那 逆風 你如果打4-3-3 你一定要有逆風快的 現在就說沙維一定要簽單給你 因為你沒有 沒有速度的球 難道你擁打4-3-3 打那個位 左邊的普天龍 好像現在沒有了那一塊 都不知道什麼位最好 所以你都想像到 如果沙維要打回以前的巴賽 都要收拾很多位 他打單給你 第一天操練就遲到 遲到少許 幾分鐘 以往都說他的紀律 但是新教練 第一課你都知道 他的性格有點像阿普霸 其實他不是刻意想做 但是他 有點傻奸奸 就做了這些事情出來 對吧 又好像不太理人 別人的感受 但是又很容易 你可以跟他聊天 又可以說他有什麼 這些球員 擔給你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相對來說 如果西甲馬體會 又好像馬底 真是馬底 真是馬底 那就是 是黃馬 還是怎樣 都不敢說 不會去到尾 我也不敢說 是 我覺得今年 如果你說黃蘇撒維爾 這些是機會 是 你幾難得 每個星期 你都有一個期望 以前不是 你要期望巴塞和黃馬失分 就是兩個對峰才失分 對吧 現在你是每個星期 黃馬和巴塞都有機會失分 你幾難得 對吧 你只有你打回自己 去主場的成績 好像黃蘇 我打回巴斯克主場 我場場都贏了 那就作一下看又怎樣 那不是說真的沒有機會 今年那個聯賽冠軍 但斯蒙尼有沒有危機 我覺得他近年馬體會 我不管他未必打得很遠 其實一兩年 他中前場的人的條件 比以往更加好 但是 那個主場的氣勢又沒有 各方面都 現在好像真的跌得好 但斯蒙尼他自己說 老闆就要求他 投入那四名每一年 有投入那四名歐聯的席位 有錢的我就跟你做約 是吧 但是當然 大家都知道 今年他都想 怎麼說 再臨庄 因為他見到巴塞和黃馬 那樣去買的人 你都見到 你很少在這十年 看到他這麼多攻擊球員 但是 不知道誰最好的配合 又不知道打什麼陣勢最好 是吧 他今年很有決心 是打三中堅 是吧 但是打三中堅 效果都不好 現在就要看看 我現在在想什麼 這兩個禮拜 黃蘇都很久沒有欠過冠軍 對上一次有印象 應該是 2003至2004年的 是十幾年 沙皇年代 就是卡賓 高華斯維等等 沙比亞、阿朗蘇、王家、蘇斯達 那些都是賺冠軍 那麼久之前 其實西維爾也好 但問題是 差一點 我們90年代 西維爾的主場 那時候 丹利亞維斯那一班主場的威力 現在都是差一點 那些 那期應該是選什麼敵 前面 選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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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班 那一班很厲害 那一班在主場 你有這樣的威力 好像要差一點 差一點 西伯瀨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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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是爭冠軍 爭歐聯 還有八爭 對 比巴翠來說 今年至少 怎樣都要好 不要打不到冠軍 怎樣都不要 踢到歐聯 即是今年的歐聯 本身 他們進入圖大賽 都很大機會 好像不太行 即是 分中要踢歐霸 不過踢球最重要 有時候都說 攤明 說那個 賽程就不走 拉 拉遠一點 或者拉近一點 那本地球 季初那個賽程比較快 南區就幾好 但是 今個星期 本地球 你試試看 我只是看 你口中的 南區 今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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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看一下 這個禮拜 起碼不錯 星期六是 東方 東方南區 跟著 星期五 跟著 結支 李文 星期二 大家香港球迷都支持 本地球 南區真正遇到挑戰 季初 怎麼說 那個賽程挺好 比想 但OK 你賽程也要贏 也贏到 現在就要對強隊了 接著 28號也有場 灰賽 對潔志 第一回合 抽了潔志 也要踢 沒錯 其實我都想知道 現在總監的身份 是 長球在踢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 上面看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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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下更衣室 都是鼓勵球員 不會說任何的事情 我感覺到就是 第一 如果我下去 他都對你喜歡 見到我鼓勵他 接著 我不會去參與任何的 在那場球的事情 賽後 當然我們賽前 賽後都有些事情談 對 對港合作都很愉快 對教練應該尊重 當然 當然 不過看來做總監 都應該不是太難做 聽你這麼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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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 我告訴你 當你贏球的時候 問題就不大 當你輸球的時候 就開始工作多了 因為會有很多 問號出來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這些問號 多數都是球迷 老闆會問的 那時候就 多工作 但是你有份量 你說的東西有信用力 你說的東西有信用力 你說出來就不同 不是 這是很重要的 不是 就是今天不幸運 不是我可以這樣說 是的 你要知道 特別 我都說 當你的成績 不是輸球的時候 就有問題出來 就有很多 問號 要解決 還有一件事 認真的 譬如他跟教練 誰都好 溝通 我純粹 例如你的看法 我看到這樣 和你交流一下 你有說服力 是不是 你不是 如果不是很認識的 跟那個教練 那教練 可以怎樣 聽還是不聽 溝通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溝通 是很重要的 那個互相的信任 都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是技術總監 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教練有自己的想法 找的球員 大家的想法不同 我叫你找這個 你就找到別人回來的 這樣就不成功了 是吧 你找不到 是吧 即是你找不到邱建威 你都找到 你雖然38歲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是很重要的 溝通 單喜亞維斯 38歲 收多少錢 居民很少 但是 他不是說這件事 其實他希望再打多年 但小白都說 其實我不回來 我不知是做什麼 但你叫我就回家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是開玩笑 我看這些報道 應該沒有看錯 他只是這樣說 可能幫忙做 或者提一做 或者給他一些意見 他只是吹中場 都可以 可能 因為他和小白和沙維 那個理念 就是孖寶 現在巴塞有兩個年青 加維和柏迪 都是他們的青分 如果這兩個可以接到 沙維和印尼斯大 巴塞就有希望 加上法迪 法迪就是最糟糕的 又雙元又再雙 看看情況如何 很多馬則 巴塞不是說完全沒有什麼 這些名宿都是球會 無論球迷也好 球迷也好 地位很崇高 有個趣聞 最近就是柏迪在剪頭髮 他和我老爸去剪 他跟爸爸說 我想剪在印尼斯大 那個髮型 然後他媽媽說 剪不到的 光頭 但是從這個小小的故事 他們都是看著 沙維和印尼斯大 就好像正如 在世界杯 他們想剪加斯基尼的頭 都像霍特朗 還有沙維有一樣 因為他有家 印尼斯大是屬於家 你怎樣去教育 這些年青球員上來 很重要 如果你不懂 他帶去這些年青球員的方向 就好像今年走了那個 那個烈卡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去到洪牛那個 不是洪牛去 去到羅比錫那個 去年打那個 去巴塞那個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是烈卡 不是烈卡配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 他就是在B島升上來 阿羅羅公民給他機會 然後他就扭解合約 你這麼年青 你為什麼要扭解合約呢 是吧 就是轉會 季初買約六六公民不給他 一場都不給他 然後呢 就轉了去去羅比錫 這些年青球員 B隊升上來 很重要就是 有沙維這些人 在那裡 怎樣去帶去一個方向 你真的不要帶頭 就是你現在 好像家衛那些 有機會入選國家隊 帕迪 是吧 等帕迪慢慢上來 等他成長 是需要這幫人 去怎樣去教育 不是自己踢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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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加特林的民族 是有自己的想法 是自己的民族 是吧 你要跟回那裡 這樣上來才對 是吧 你不要大了頭 又說去年 又說要加薪 又這樣 又這樣 就是吧賽 我應該把名字拆出來 下次跟那個 黑人球員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轉去羅比錫 那個吧賽 就是近一兩年 即是出現了一個 身份危機 以前大家都很熟悉的 巴賽 無論是 球會的運作也好 無論是球場上 球員踢法也好 領隊執教也好 都好像有少許迷失 那麼我想 找沙圍 沙圍未必是最有經驗的教員 但是至少呢 他可能是被入行家清晰 當然了 他給了一個 identity 就是 identity 就是巴賽這麼多年 是這樣的 就好像西法國家隊 現在西法國家隊 都是沒有前鋒的 不懂得入球的 但是他的踢法 是搞到你很麻煩的 因為那些對手 不斷搶都搶到他的球 他搶到他的球 他搶到他的球 都不能進到你 可能和球 要不就是贏你一球 因為他沒有前鋒 他真的要等那些新的 薩拉比亞也好 都不算是 都不是年青的了 迪安毛 現在就是摩拉特 是等這班 看看阿奧耶沙巴 看看他們上來 行不行 要不然他都是 場場球都是0比0 1比0 但是他的踢法 西法牙這麼多年 都是這樣拿著球 搶一下 那麼 安力給了一個 identity 給國家隊 我覺得是對的 西法牙應該這樣 好像以前巴西國家隊 難道你叫巴西國家隊 找了一個中風 好像盧克迪壯 不會的 巴西就是講技術 講有左有閘上來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這些是巴西國家特色 所以巴西應該是這樣 不要學人 去香港 香港什麼 identity 我還不知道 你那個歷史 你比我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今天我們先說 哥倫比亞教練 說了很久 就是那個哥倫比亞教練 來到 就是 他們一向都打了四個學行 一向 這麼多年來 你找到哥倫比亞教練 都是這樣打 但是 以歷史上 哥倫比亞教練 由90年 米露帶哥倫比亞 2006 2004 我們都是打三中堅 是吧 雖然那個 足球的潮流 可能 變了什麼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 打這麼多年來 世界盃 都是打三中堅 最好的 所以 每一個國家 都有可能 有一個特色 你現在改到香港 你講一下 我不懂 你這麼久 但是現在 你是 廣超的 前列球得的總監 我現在問你 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調查到香港這麼深 老實說 但是如果 你說 你有這麼 條件 有這麼多後衛 這麼多中堅 香港都可以做的 對 遲些先 教完哥倫比亞 先考慮一下 差不多了 今天都OK 原來你都講 好 下次叫阿余 這個是類似 我們祝侯先生 這個節目 我們還有的 另外可以兩邊支持我們 我們要找一個 比較廣角的鏡頭 好 下次吧 收回臉 做手一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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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